经济部长王美花今年出席活动受访时谈到前总统李登辉 他表示李前总统不仅在民主制度上对台湾有伟大的贡献 更在当时就已经奠定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轴 与台湾近年来在推动的外交经济政策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陈静报道 经济部长王美花31号出席活动受访时谈到前总统李登辉此事 他表示现今社会大家习以为常的民主制度是李前总统任内不可抹灭的贡献 王美花也指出李前总统在经济方面的远瞻性更是在当时就已经奠定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轴 王美花说 李前总统在经济发展上我想大家非常熟悉就是他当时其实就提了新南下 当时就提了这个分散产业链的概念 那时空背景是不一样 可是你看过了这么久台湾的产业的发展我们要做好更好的产业发展之外 怎么样走出去 其实在那个时候他提的观念跟我们现在在实践的观念 大的主走有它的意义存在 另外被问到近期新台币汇率走强 传统产业面临出口压力 王美花表示经济部会了解状况也会适时帮业者反映问题 新台币的部分我想这个台湾的整个经济情势热了 那科技很热 确实是会冲击到我们的船产要外销 那压力很大 那我想我们会来了解这个状况 那怎么样适度的来反映这个问题 让台湾的各行各业能够好好的发展 王美花上任后积极推动产业升级转型 近期与新竹市合作举办台湾设计展 结合传统产业城市风貌及新创设计力 加值台湾船产竞争力 也推升在地旅游品质 加速后疫情时代产业复苏 记者陈静在台北报道